好,我们下面来接着看十八课的第二段 第二段第一句话说 In spite of this, some people, including myself, were surprised by a recent exhibition of modern sculpture 他说尽管是这样 这个this当然是指第一段的情况了 当代雕塑很少使咱们觉得惊讶了 尽管是这样,怎么样呢 一些人,including myself,两个破的号之间是一个插入语 两个破的号连用,跟两个豆号连用,或者是两个括号连用类似 中间是插入语部中说明的 其中也包括我,比如说我也一样 对一个最近的当代艺术展还是大吃一惊,吓了一跳 这个本文中这个including myself表示我也这样,也包括我 有很多表达跟他类似 有一个咱们见过,可以用as well as myself,我也一样 不但他们觉得惊讶,我也觉得很惊讶,用他也行 还有一个我也如是,叫no less than 这个不能发现不少鱼,表示他们一样 我也是一样,no less than,也有类似含义 表示也怎么样 其中又包括我,怎么样呢 对最近一个当代雕塑的展览,exhibition 还是觉得大吃一惊 这上来呢,就吊起了这个读者的胃口 说为什么这个大吃一惊呢 看第二句话,他说了 The first thing I saw when I entered the art gallery was a notice which said,do not touch the exhibits, some of them are dangerous 他说我们,当我们进了这个艺术馆之后 所抬头看到的第一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告示,一个通知 上面写的,不要触摸展览品 其中有一些是危险的 这个咱们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本的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没有下滑线的部分 还是句子主干结构 主干很短 就是the first thing was a notice 第一个东西是一个通知,一个告示 notice,通知,告示 什么东西呢 I saw,结果就两个字 那是一个定义从具,我看到的 后面那个带下滑线的协体字的白颜色的句子 那明显是万引导的一个时间状欲从具 当我进艺术馆画廊之后 我看到的第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是这样一个告示,一个通知 然后用which开始移植到句末 黄颜色的句子明显是定义从具 来修饰前面这个通知 通知怎么样呢 which关系代词在定义从具 怎么当主语了 这个通知里面说,上面写着 什么呢 后面可以画横线的部分 可以看作做say,就是set的定语了 内容就是不要触碰展品 Exhibit,做名词展览品 其中有一些是危险的 这是这句话大概的语法成本的分析 那么下面看看一些 值得我们去借鉴的一些词法的一些细节 首先我们看这个which said 这个大家可能觉得别扭 他说这个告示怎么会说话呢 但是中国人呢 有时也这么说 信上说,告示上说 但是这个告示没有嘴嘛 没有牙,没有手头 他怎么会说呢 其实这个say表示的意思是 上面写着 上面内容是什么 上面写有什么什么内容 是这个意思 但是中文中也可以权疑的翻译成说 其实他没有嘴 我们看例子 The sign says keep out Sign是牌子 牌子上说禁止入内 注意禁止入内不要说do not enter 用keep out 牌子上面写着内容是什么 这个意思 再比如说 What did the letter say 这怎么翻译呢 我这信上是怎么说的 我没有看到这封信 你给我复说一遍 信上是怎么说的 其实信上写的内容是什么 对吧 也是这个意思 再比如说 我说您的表是几点了 我说My watch says 4 o'clock 我说我的表现在是4点钟 这个里面中文部发现着 我的表说 但意思确实是 表面上显示内容是什么 我的表上可以看出来 它显示内容是4点钟 也是用说这个say这个词 注意 它表达比较灵活 我们再看第三十七课 也出现了这个say 有类似的含义 一百七十亿二十一行最后 到第二十二行 第三十七课 开网温斯顿海文的坏车 一百七十亿二十一行最后 到第二十二行 有这么一句话 它说 A tiny asterisk conducted me to a footnote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It said this service has been suspended 咱们以前讲这个动词 suspen曾经讲过这个句子 可能大家还记得 那么一个小不丁点的一个小星号 把我指引到了 这一页的底部的一个角柱 一个小注释 然后呢 这个注释上面写着 就是上面说了 这个say跟上面内容是一样 上面写着什么呢 这项服务已经被暂停了 就这趟车现在就不开了 已经被终止了 被暂停了 这是上面写着 上面说 有这个意思 但是还有一个词用法跟它不大一样 就是这个动词go 它有类似的含义 但用的场合不同 我们说那个say是表示 纸上 排的上 是这表 这个表面的上 它显示的内容是什么 写着是什么 但是这个go表示 一句话 一个故事是怎么说的 它的内容是什么 或者一首歌是怎么唱的 不是在纸上写的内容是什么 此话怎讲呢 咱看例子 As the old saying goes Look before you leap 正如一句老话说的 三思而后行 这不是一张纸写的内容吧 说明这句子内容 本身这句话是怎么说的 它是这么说的 而不是纸上 牌子上写着内容是什么 对吧 这是不一样的 甚至As an old saying goes 这个表达可以背起来 正如一句老话说的 引述谚语 咱们可以用它 再比如说 The story goes that the prince was turned to a frog 故事里面说 这个王子被变成了一只青蛙 这故事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而不是一页纸上写的内容是什么 含义类似 但场合是不同的 还要说 这首歌是怎么唱的来的 这词我忘了 How does the song go 不能翻译成 这个歌是怎么走的 这歌是怎么唱的来的 它的内容是什么 唱着半截忘词了 就是这么一个 这个歌 在这个场合 跟这个上面写的内容 还是不一样的 注意区分 好 本文中这牌子上 一个通知写什么呢 Do not touch the exhibits 不要触碰这个占品 这个简单 不要触碰 也可以把它换成 Keep away from the exhibits 多远点 不要触碰它 Keep away from 用这结构也行 跟它类似 有异曲同工之表 其中有一些是很危险的 那这看到东西是什么呢 后面说了 The objects on display were pieces of moving sculpture 这些陈列的东西 这个on display 还是固定搭配再陈列的 再陈列的东西是什么呢 were pieces of moving sculpture 是一件一件的 能移动的雕塑品 这个sculpture在这 还是雕塑艺术 在这它是不可说明词 所以前面用了 两次pieces 一件两件的雕塑艺术品 就这个意思就好了 那是什么样的呢 作者在后面描述了 他说 Oddly shaped forms that are suspended from the ceiling and move in response to a gust of wind 我们说了 are quite familiar to everybody 他说那些奇形怪状的 挂在天花板上 风吹来之后 就会来回乱动的 这种雕塑品呢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都很熟悉了 但是我们看到的 确实不一样的 好 这句话说 首先咱们先看看这个 就是这个shaped 这个词 这个shaped在这 是个形容词 它是表示某种形状的 oddly shaped 就是奇形怪状的 奇怪的形状的 这个雕塑品 你再比如说 a strangely shaped carrot 跟本文中的 oddly shaped 类似 strangely 奇怪的吗 一个奇形怪状的萝卜 一个胡萝卜 形状很古怪 可以用它 还有呢 类似的 she has a perfectly shaped figure 这个女孩子 有一个完美的体型 身体的形状轮廓 perfectly 完美的 也可以用在复合词里面 咱们看这几个 heart shaped 心脏形状的 一个心形的 一个盒子 情人节送礼物用它 还有呢 pair shaped 这人体型 梨形的 像梨一样 六肩门大屁股 pair是梨嘛 我这个领子是V字形的 叫V shaped V字形状的 V shaped color V字形的领子 可以用它 注意shaped 表示某个形状的 forms 我们说了 还是像forms of sculpture 某种形状的雕塑品 还是这个意思 后面加定一重句 letter suspended from the ceiling 就是挂在天皇板上的 这个雕塑品 be suspended from 这是我们在第十七课 最长的吊桥讲过一次 这是复习 大家还记得 这个suspend是 悬挂是个极物动词 但是用hang hang直接可以加from 挂在什么东西上 这个用主动就好了 hang可以当不极物动词来用 这个主动被动分开 那么表示这个悬挂 这个两个搭配是差不太多 可以替换 但是我们说suspend 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含义 用hang就不行了 我们刚才见过suspend 可以表示临时终止 暂停终止 his driver's license was suspended 他的驾照被临时吊销了 现在不能用了 得过一段时间之后 才能再开车 临时终止 尤其是表示因为犯错误 被终止了 driver's license 叫驾照 就司机的许可证 用这个词 好 那C令是天皇 挂在天皇板上 定义从今还没完 定义从今内部还有 and move in response to gust wind 并且一阵风吹来 就能来回乱动的 好 到此为止 那听到的定义从就结束了 这个就是作为对一阵风的反应 会 move 会移动的 这个雕塑品 move 是移动 不说了 in response to 这是固定搭配 表示作为对什么什么的反应 作为对什么什么东西的一个回应 这个意思 这个response本身是回应 反馈的意思 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the president stepped down in response to public pressure 迫于公众压力 这位总统下台了 step down 表示大官 从位置上下来了 下台了 in response to 表示对什么的反应 迫于公众压力 总统下台了 in response to 可以用它 跟着类似 好 那本文中后面又说 a gust wind 为什么不说 a wind的呢 因为风是不可署名词 不能说一个风 两个风 咱们可是一阵风 用个量词 gust 这个顺便可以记住 叫一阵风 类似的咱们复习 以前还说过 一道闪变 大家还记得 a flash of lightning 词汇中讲过了 闪变本身也是不可署的 还有呢 一声雷 雷 thunder也是不可署的 咱们说过叫 a pill of thunder 叫一声惊雷 这是什么雷鸣电闪 跟刮风 类似的经常同时出现的一些词 那本文中说一阵风 咱们再总结这个阵 这阵的表达就很多 比如一阵咳嗽 这个阵咱们用fit 这个fit这个词 表示疾病突然间的发作 a fit of coughing 突然一阵咳嗽 可以用它 注意这个阵不一样 还有一阵掌声 注意我们用around of applause applaud是掌声 around表示一个轮次的 一轮掌声 硬轮掌声 一轮 我们说round two round three 第二轮 第三轮 叫一阵掌声 还有一个常见的 叫震震笑声 就是laughter 这往往用一阵一阵的 用复述的 这比较常见一些 比如说pills of laughter 这个pills 跟刚才这个pills一样 就非常巨大 哦 巨大的声音 还有那gills gills本身表示一大风 突然起了一阵大风 也表示突然间的 一阵一阵的 这个笑声 可以用它 叫pills of 或者是gills of laughter 这阵阵笑声 这几个阵 用词是不一样的 跟中文 别搞混了 好了 这是主语 后面加定义从句 到这完了 到寂寞出现了 are quite familiar to everybody 对每一个人来说 都相当熟悉 有的人就可能觉得奇怪 李老师 你刚才不是说过 be familiar 后面加with 表示对什么很熟悉 对 我说的是 对某事很熟悉 用它 但是本文中 不是对某事很熟悉 它是对某人来说 这个东西熟悉 就得倒过来了 这个时候用be familiar 后面加gills of to 所以你看 familiar是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 主语对宾语熟悉 第二个是 主语对宾语来说 主语是熟悉的 这好像就不好理解 咱们看例子就明白了 第一句话说 many readers are familiar with the name Harry Potter 很多读者 对哈利波特这个名字 很熟悉 这个时候当然得叫with 如果倒过来呢 the name Harry Potter is familiar to many readers 哈利波特这个名字 对很多读者来说 是很熟悉的 这回区分开了吧 本文中是不是第二个用法 对每一个人来说 这些雕塑品是很熟悉的 所以这里加to 注意familiar是两个方向的 这个不要把它搞错了 这个把它分开就好了 但作者说 these objects however were different 他说然而这种雕塑品 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 当天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读者很好奇 他和我们说了 Line up against the wall There are long thin wires attached to metal spheres 这个他说 被排成一排排在墙上的 是一排一排的长长的 细的电线 而电线下面还连着有金属球 这个咱们看一看 他的语法成分分析 巨手的 Line up against the wall 这个line在这一定是过去分词 这是非畏语动词 因为如果是畏语的话 前面就没有主语了 说明这个line是过去分词 它是干嘛呢 可以看出修饰后面的主语 long thin wires 因为非畏语动词 逻辑主语 应该跟主题主语统一 这个主语呢 当然是细长的电线 我们知道 第二必须行 咱们说过其实是倒桩吧 There are two people 应该是two people are there 所以two people是主语 那么就是细长的电线 被排成一排靠在墙上 然后电线怎么样呢 attached to metal spheres 又被连到了金属球上 那这就是后制能语修饰前面的电线 因为它是被连到上面的 在电线下面还连有金属球 就这个意思 就是通过电磁感应来回吸引排斥 这个line up 为什么用过去分词呢 因为它是主动结构 line something up 把什么东西排成一排 所以这线呢 是被排成一排 它用被动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们再看个例子 这个当位移动词 就再加上必动词了 the books are lined up on the shelf 这些书呢 在架子上被排成了一排 这是用被动是没问题的 好 那么当然我们 还有不加定义的用法 line up 就不是把什么排成一排了 这是大家请排队 这么一个 这样一个含义 我们再读一下 line up line up 这个不加并语了 请大家排好队 我们看到很多人不排队 我就可以大声说 line up everybody 大家请排好队 不要拥挤 请排好队 line up everybody 是这么一个意思 还有呢 cutting line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加三的意思 就把队伍给切断 他跑到中间进去了 叫加三 我们有个连读 大声度加 cutting line cutting 连到一块 在那边 cutting line 就加三 本分钟 被排到一排 靠在墙是什么呢 细长的电线 因为他后面具体足以吃电线 然后电线下面 还连着金属球 attached 后面是过去分词 加to 为什么呢 刚刚讲过 attached something to something 就是把电线连到了金属球上 他修饰电线 用被动 电线被连到金属球上 用attached to 这个结构是对的 那么咱们翻译成中文是可以翻译成呢 在电线下面还连着金属球 因为中文中的主动结构 更常见 更符合中文特征一些 对吧 好 类似的 咱看能不能造一个句子 我说在桌子上 排列了一些崭新的电脑 崭新的可以叫brand new 就全新的没有用过的 叫brand new 连商标都是新的 而电脑上呢 又连着打印机 这个连着用connect 就是表示用电缆呢 用数据线连接 这个叫connect 打印机 咱们见过叫printer 以前在听了题中听过 然后在这里要重点说的是电脑 我先说的位置 被排成一排放在桌上的 我们这里有些电脑 电脑又被连到了打印机上 好 连用两个这个废位动词 都是过去分词 咱们来复述一遍 第一个是 Line up 被排成一排在哪 on the table 然后说呢 there are有一系列 有一些 a number of brand new computers 又怎么样 connected to printers Line up on the table 是过去分词 connected to printers 是过去分词 它都是限定这个电脑的 中心表达的是这个电脑 就好了 有点 我看不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